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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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妈咪 你在忙吗 沒有 你现在有空吗 有啊 那你现在有空可以听我说话吗 有啊 怎么了 我 我想要问你哦 嗯 我是一个让你骄傲的儿子吗 当然啊 你知道我很爱你对不对 对啊 所以不管 对吧 不管我变得怎么样 你都是相信我是你心目中那个儿子对不对 没错啊 我只是 我出了一点事情 然后 什么事情 我只是没事我很安全 我只是想跟你说 你怎么了啊 你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我会很着急耶 我只是想要告诉你 我 我 我 怎么说嘛 不管我说过了 不管你们有什么事情 我都一定会支持你们 我是同性恋人 我不喜欢女生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想知道说 我可能我早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 我很害怕 我不敢跟你说 你知不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我现在的职业 我现在的职业 我们的职业 跟我的事情 雖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我好像都必须跟 社会大众交代我的事情一样 所以 我做了错的决定 變成現在很多媒體都在報導我的事情 我壓力很大 但我不希望你第一時間知道這件事情 是因為你看到新聞 你看到媒體 所以我始終有我自己告訴你 為什麼會有媒體報導這個 我只是我不曉得你對想統治族群的了解有多少 但我其實我從小就知道我的信箱 我其實一直都活得很辛苦 所以 其實我告訴你 現在這種社會來說的話這個根本就沒什麼 為什麼嗎 但我還是 我並不覺得是很嚴重的事情 對我來說 別人怎麼看我不知道 但是對我來說的話 我並不覺得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我只是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心裡都會一直覺得 我身為同性的很對不起照顧我的媽媽 因為這個是你能夠選擇的 不是你願意的 我知道啊 你先不要哭 你先不要哭 你先聽我說 叫我去 叫我去接受這個 剛開始的時候 我這個也是很難 我一直也沒有跟你提出說 你是不是 因為呢 我一直告訴我自己 你是我兒子 只是 只要不做殺人放火搶劫的話 什麼事情我都支持你們 只要你們是平安健康 這些事情對我兒子不是很重要 而且現在不婚的人一大堆 是不是很重要嗎 我覺得不重要 在我心裡呢 我只要你們兩個活著健康快樂 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那當然啊 你從事這種工作 如果這種事情是被爆倒的話 你當然會壓力很大 但是我告訴你 這不是你 這不是你能夠 你自己能夠選擇的 你自己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自己又不知道 你不是你自己願意這樣子 嗯 我搞 我現在搞不懂的是 為什麼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報導出來 我有使用就是 都是我們在這個圈子 就是這種類型的人的 的交友軟體 然後 就有人 就是 去跟媒體講說 就是我有在使用這個軟體 但是 我真的 有使用這個軟體 這樣子就是嗎 他們就是說這樣子就是了 是不是 嗯 但是 我想要告訴你的是 我沒有跟 我沒有跟任何人發生 就是 發生其他的關係 我也都有保護好我自己 我只是 就是 還是 你也 我 雖然你 你可能花了很久的時間 可以去瞭解我的身分 你也知道 這不是我可以去做選擇 對 但是 這個世界中 還是有很多人 很討厭我們 很討厭我這樣子的人 他們就會 沒有辦法接受啊 我知道啊 會有一些言語 然後我覺得 真的 我好像不應該是這個身分 我好像跟別人不一樣 我就是 我就好像 做錯事情一樣 你沒有做錯任何的事情 我說過了 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本來就是啊 童心也是人啊 為什麼不是人 對我來說的話 我是這麼想的 而且現在有很多人都是這麼想的 嗯 很多人 有很多我們 我們認識的 一些很多都是 所以一點都不奇怪 你要是問我說 我接不接受的話 我告訴你 我剛開始確實是 比較難以接受 漸漸的 其實這件事情 我已經知道很多年了 我也沒有問過你 但是我是後來 我是覺得說 我也不在乎 反正你就是我兒子 不管你是什麼 就是我兒子 也許啦 也許就是因為 你是我兒子 但是呢 也有很多父母 是難以去接受自己的小孩子 是這個樣子 但是媽媽告訴你 我不在乎你是不是 嗯 所以呢 在我這一面的話 你不需要就是說 是怎麼樣 不只是今天是你這個樣 就算是別人的話 我也能夠去理解別人 這個本來 這個心象本來就不是 你們想要整理 你自己本身 你不願意接受 你就可以不願意的 就算你不去接受的話 也不是說 你就一定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所以 不能去怪你說 你到底是怎樣 這個就是我這麼久 一直一直沒有最後 我告訴你 有很多事情 不只是這個心象問題 媽一直告訴你的 有很多事情 你已經長大了 你要學會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不能每一件事情 都把它看得非常非常的嚴重 你不需要把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把它看得很嚴重 身為一種 身為你們這個是半中工 半公眾人物 不只是這個言論 你們的一舉一動 都會是媒體 或者是你們這些粉絲 是關注的重點 所以呢 好的壞的 好聽的不好聽的 你們通通都被吞下去 嗯 這件事 尤其是 尤其是像現在這種心象問題的話 也會變得非常的嚴重 我早就知道說 如果有一天 這媒體本來就是很容易去挖這些八卦 如果說呢 你要擔心說 如果說 我身邊的人知道說 我的兒子 兒子心象是什麼 對媽媽會怎樣的話 我告訴你 不用煩惱那麼多 因為我說過 我不在乎 你一直一直都是 我這樣很驕傲的兒子 而且我 你一直一直都是那麼的獨立 不需要我去擔心你什麼 在我的心目中的話 我總是覺得你們兩個就是很獨立的人 所以呢 一直一直也沒有什麼事情好讓我擔心 這是我最驕傲的事情 不管你們 就算今天你不是從事這個好不好 你不是從事這YouTube的行業好不好 你只是 不過是普普五普五都弄一個上班族好不好 只要你們兩個是平安快樂的 不需要我替你們去擔心什麼的話 我都覺得我是很安慰的 就算你的心象是這個好不好 你也要知道 自己的生活一定要 要堅定 不能讓自己 越亂七八糟 那就會越讓人家 有機會 去攻擊你 到時候你的壓力就會越大 你懂不懂 但是我媽媽要告訴你的事 這不是什麼 這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你不是什麼什麼死罪 你懂不懂 對 這不是什麼罪 這我說過 這現象不是你能夠決定的 這不是什麼罪 所以你不需要放在心上 好 快快樂樂的過你的日子 快快樂樂的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你自己覺得對 你自己覺得是快樂的 好 好 你懂不懂媽媽說的 我懂 好了 不要這樣子 你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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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知道堅強 好 遇到事情 要知道去面對 有 我很堅強 你知道嗎 對 遇到事情一定要 一定要一定要知道去去面對 不要不要只知道躲起來 你懂嗎 因為我知道 遇到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要知道自己去面對 要想辦法去面對 去克服它 而不是 而不是只知道要躲 你懂不懂 知道 所以呢 不要一直在那邊哭 哭不是只能夠解決事情的方式 嗯 你以後你認對 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都要保持這種態度 嗯 好 不是啦 要我吃了 要正常吃飯 正常過日子 嗯 蠻腦子蠻亂的 其實我也不是第一時間等到報道出來才知道這件事情 就從報道的 前一天 下午我就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 自導到 從自導到 今天 到昨天緊急任公司開會 一直到昨天晚上睡覺 一直到今天報道出來 我一滴眼淚都沒有掉 其實我也不是說不難過 或是覺得不受傷 或是怎麼樣 只是就是 我一直覺得就是 我應該要好好把自己的情緒管理做 因為 這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的問題 我也關係到 我說我的公司 我的哥哥 成龐西論我的創造者的好朋友 然後 我團隊的每一個 每一個員工 然後 我的家人 和朋友之類的 然後 直到報道出來之後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自己身為這一個 就是 這個身分 好像做這件事情 不知道 就是會被放大見識 但是 但我並沒有 我並沒有完成到 我並沒有約到 結束 所以我並沒有做這件事情 這樣講好像 狀青才是自己沒有做錯心 我知道 我自己在為 為了我自己的觀眾 做了不好的示範 但是 我可以 如果站在我自己的 角度來講的話 確實我就是 被很多人講的 對啊 你就是被釣魚 你就是 你怎麼會那麼笨 你在 在這個公開的場合 闖蕩了三年 你怎麼會跌在這一步 可可有講說嗎 就是 之前 苦林有講嗎 是嗎 是講嗎 他說 身為公眾人物 其實真的有自己的隱私嗎 沒有吧 因為我們就是在 銷售我們自己的隱私 所以我沒有做好保護自己的責任 我真的 我的愧疚感 其實不是來自於 而我難過其實不是來自於說 我昨天這件事情被公開 或什麼 我就覺得 當大家 向我得知這件事情之後 我看著 我最信任的工作夥伴 他們很心急 然後我哥哥也很著急 我覺得我讓他們很失望 那我 從以前到現在 我表現給大家的那個我 我 我並不是包裝出來的 我依然 很珍惜我的觀眾 我很希望我的能力 可以 可以帶著很多 就是面臨低潮的觀眾走出去 我沒有做好自己私底下的管理 給大家做一個很不好的示範 我很對不起 但我沒有 但我沒有做到 但我沒有做 我真的沒有做 第一時間 我一直很害怕 我沒有跟我家人講過我的心上這件事情 我很怕他們得知這件事情是因為報道 所以我才決定說 還好 真的還好 我一直很害怕哪一則訊息 是我家人傳給我 我就說 這件事情是怎麼了 還好都沒有 還好都是由我親口告訴他 其實我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我是一個很堅強的人 我從來沒有想過說我要 結束掉我打造出來的生命 但卻真的有一絲跟一絲的念頭 覺得說 我好不想要接受到這些言辭 我能夠理解 就是三年來 酸民還不嫌多嗎 怎麼可能不嫌多啊 一定很多啊 但那些都已經變成說 我已經可以抵擋的傷害 但是你說真的能夠不受傷嗎 我覺得沒有一個站在檯面上的 創作者朋友 公眾人物得知到這些言論的時候 能夠不受傷 而是我們找到了更其他的方法去 消化掉這些言辭 從昨天到現在 我一直覺得我全身都麻麻的 我一直沒辦法好好的大口呼吸 我一直覺得胸口很悶 因為我 我甚至連我自己的房間 我還要踏出去 面對小房的時候我都不敢 雖然我知道 他們是站在第一線支持我的人 我都會好害怕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但就像 我膽對人跟我講的 我家人跟我講的 我哥哥跟我講的 我不是選擇性 選擇性相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頻道也一直都做很多 關懷弱勢 關懷同志族群的 就像維之錦記者阿滴曾經講的 有很多人關注我 但有更多人是看 準備看我跌倒 我也真的很深刻了解到 確實 現在就是這樣子 那你 但是說 那些現在在罵我說什麼 就是 不接受同志這個身分 然後拿這個點來罵我的人 我沒有做 我沒有犯法 我沒有 我沒有危害 道德倫理 我23歲 我是一個行為有能力 可以自主的人 就算你空同 就算你拿這個點來打我 其實 我從高中 我從小開始我就知道 我自己的心象是什麼 我甚至在高中的時候的畢業前戲 我跟我的全班都出櫃過 因為我想要讓他們知道我說 你們在大學之後 一定還會遇到這種 就是像我們這樣子的人 我不曉得 他們會有所想法 什麼想法 所以我想要告訴他們說 你們跟我相處了三年 我就是在你們心目中那個樣子 不會因為你知道我是同志 有所改變 我其實不知道這份愧疚感是來自於哪裡 你可能從小到大 所受到的社會大眾的期待眼光 所以導致於 我需要公開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或是像有的人講的 對 我就是被迫 被迫的需要公開我的心象的時候 我有排山倒海的愧疚感跟壓力 好像告訴我說 我做了一件很羞恥的事情 我做了一件 很不得光的事情 為什麼會想要把這支影片錄下來 你說我想要為自己平反些什麼嗎 我就是想要做到保護自己 但是有更多的人 可能是在很深很深的位置 然後受到一點言論的時候 他們會躲在自己角落窟 他們會沒辦法承受這個壓力 所以我想要拍這支影片是要告訴你們說 就是我們並沒有做錯些什麼 這不是我們所可以選擇的 我不曉得在這件事情過後 大家對我的看法是什麼 就是一直以來支持我的觀眾們 因為這件事情才關注到我的觀眾 或是一直以來都很討厭我的觀眾 你們做了任何決定 都是正確的 因為那都是 就像我媽媽講 那都是我的價值觀 我的所作所為 跟我所決定的 都沒有錯 因為我沒有危害到任何人 所以你今天看了這支影片 你的這個消息看在這邊報導 你選擇了 就是 你就不喜歡我們 或是你喜歡我們 或是你覺得繼續支持我們 或是你還是選擇要攻擊我 你都是沒有錯的 因為那就是 依照你個人的價值觀 跟生長背景所做出來的決定 世界上就是有這麼多不同的人 這個世界才會進步 嗯 所以 大家不用擔心 我也 我也不會 我也會努力的克制 那種奇怪的念頭 我不會去做傻事 因為 比起 比起被那些攻擊的言論 或是 什麼的擊倒 我更想要好好的把我的時間拿來 放在愛我的人身上 我很好 在今天這件事情結束之後 我還是會 進行晚上的公開演出 我還是會呈現工作型態的樣子 那是我的 職業專業 我需要表現出來的專業的樣子 然後 我很珍惜我的職業 我很喜歡我的 我現在的工作 我會把我的 工作做好 會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而影響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你看 你也很辛苦 因為你在第一線就是 陪著我撐到現在 我是 我覺得我是一個 一個很壓抑的人 然後 我也很會 沒有這樣 沒有好好保護你 我最近沒有做多事 完全沒有 你只是 你只是可能做做 做做的確定 我去 但是我太 我太嚴格了 我沒有讓你有任何 失人之間 我沒有讓你有任何的交流空間 真的 做錯的是 是 是爆料的人 然後 以及 我覺得過分的是 幫忙傳播這件事情 我覺得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人是 需要被 被迫 這樣子 做 沒有任何人 不管是 什麼人都好 我覺得沒有人是 需要被迫 被迫面對 這些事情 欸 大家都還是 我解釋 整個 啊 唉唷 然後 然後 我怎麼知道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 我真的是 我 我覺得我 真的太嚴格 三年來都 三年多來都沒有 那個 喘息的空間 然後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打野 我真的不太散 我真的不太散 表達這些事情 但我覺得 你真的很 很勇敢 去面對 面對這些 真的很勇敢 然後 我 真的覺得 他這些事 根本沒有做錯 就是 不需要在一些 間諜欣喜的行為 不需要在一些 傳播的行為 因為 我覺得 你在台前 在營光幕前觀視 或者是在 任何場所 你都表現得很棒 然後 也都很努力的 傳達 正面跟真相 所以 你並沒有去 推廣 你並沒有去推廣 一些 不 不負責你的行為 無論你是不是 跟我一樣 我只 我是覺得說 有任何的 因為 像剛剛講的 有人因為種族 有人因為長相 有人因為 他的 個性還是什麼的 可能被霸凌 排擠 或是說 被不好的言論 所攻擊 我覺得 跟這個狀況 其實都是有一個 通力在 都是有差不多相關的 對 就是好像這件事情 就是 不對 然後 你就是需要被受到 然後 很多人就是 可能會選擇 結束自己的生命 或是說 有的人可能會 想要符合大眾期待的 偽裝自己 然後過著 很不快樂的生活 所以 如果我這支 如果以我的 自身這一個 這一個 經歷 能夠就是 為你的 人生 改變些什麼 好 我想 這也是蠻值得的 所以身為我的 公眾人物生涯 做了一件 我看不到 但是也許真的 有帶來影響的事情 然後還是會繼續的 把影片拍好 然後散播 正能量跟歡樂 然後還有我的 宗旨 就是說一個 有溫度的人 對 然後 如果你看了這部影片 你還是覺得說 我還是想要攻擊你的話 那 你就遵從自己的想法 我只是 不希望你那種不快樂而已 因為 你攻擊別人的時候 你應該自己也不是多好受吧 就這樣啦 下次見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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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就不去 不然 我應該會 可以 走 走 走